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京东不管内在还是外在 都符合大家审美标准的演员 正因为这样 他的粉丝量突然增加 而且年龄跨度非常的大 上至叔叔阿姨下至青春少女 这就使他成为了收视和流量的保证 颜值和演技更是值得肯定 关键是他的人格魅力 受到身边的同行一致称赞 他热爱家庭 身处复杂多变的娱乐圈 十几年如一日 保持着一种率真 干净 简单和正直 他是很多人心中的绅士和暖男 他也是国民心中的完美男神 在演戏方面 京东是圈内公认的西施 他为人处事 政治有理 在他的身上有一种高于常人的淡定和温和 然而在遇到某些事情的时候 又会爆发出一种山东汉子的血性和强悍 情愿世界有你有我 这里是螃蟹娱乐 年年不忘转山转水 总算再团圆 总算再团圆 从此以后今生能有你的作伴 细细相关心意相恋 感觉真温暖 再也不走远 谢谢你的温暖 每个日子都有了期盼 每个日子都有了思念 谢谢你的温暖 每个日子都有了笑颜 每个日子都有了意念 在演员中 静东是最适合谈论大气晚成的人 近年来 静东可以说是彻底地进入人们的视野 他那英俊潇洒的脸庞 气质出众 吸引了众多的观众对他的爱 的确 自然静东在娱乐圈里出道十年 他第一次为人所知是在狼牙榜 几年前他在狼牙榜中饰演令晨 剧中他的形象疯子处约 风度翩翩 与胡歌搭档尤其默契 这样的年轻人深受大家的关注 静东进入人心之后 他的演艺生涯就像是一场悬念 从那时起 他在伪装者中扮演龙楼 他凭借大歌风范出色的表演 而成为成功的明星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的心里 我的心里孤孤单 1993年 1993年在电视剧《东方商人》中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2012年 锦东凭借此剧 获得中国话剧《金石奖》 该话剧于2013年底赴牌 并赴陕西巡演 2014年 凭借温州一家人中 黄志雄一决 获得第二届亚洲彩虹奖 最佳男配决奖 同年六月 获得第三届中央国家机关 青年五字奖章 2015年 凭借《伪装者》中 明楼一决 屡获最具实力 男演员奖项 2016年 荣获全国向上向上好青年 爱港敬业 好青年成好 我转身 你依然在守候吗 什么什么都不说 春天的芥茨淡然 热风霜 在过去的几年里 静动英俊的身材 经常改变着媒体怯 尤其是她在《我的前半生》中 扮演的贺寒的角色 英俊 温馨的气氛 几乎所有男人的特征 都由她占据 相信很多人在看完《我的前半生》 肯定会说以后找对象 要找个贺寒 静东描绘的形象 深深地印在人们的心中 近年来随着静东的流行 她的角色大多是完美的形象 而且角色单一 对她的演技也有一些批评 她总是觉得 自己只扮演着类似的角色 人们对静东的理解 仍然停留在那些戏剧的完美形象上 而现实和情节是两回事 没有人能在戏剧中生活 静东更是如此 她有自己的生活 我们的爱 过了就不再回来 直到现在 我爱默默默地等待 我们的爱 我明白 已变成你的孤单 只是永远 我都放不开 最后的温暖 你给的温暖 毕竟假静东 欺骗大妈感情的新闻 可以说是人尽皆知 骗子利用静东的形象 骗取大妈的喜爱与信任 从而骗取了大妈的打赏 甚至为此引发了 离家出走等一系列闹剧 静东工作室发声明称 静东在短视频平台 未开设账号 设施账号是假冒 工作室将通过法律途径追责 事件曝光后 虽然暴露出了很多老年人 生活现状的不少问题 但是也有网友表示 正是因为大妈年纪大了 缺乏防骗意识 才会进入这样的骗局 重视和关怀 是生活的一剂良药 不免觉得 这场假静东的闹剧 让我们明白 身边亲近的人 我们应该去注意 他们的情绪和感受 我的背景如荒丘 而你却为敲白首 把它当成整个宇宙 你与太阳回首 夜头还要问候 陪我爱天爱地的四处风流 只是遗憾已终究 无法躺在我胸口 心向日空最缭晃的波数 把心思放入梦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